白羊文韵如蜂羊 圣庙光辉耀石方 功德福会天恩瞻 鹿味熔烈永新香 2022年一贯道总会 白羊圣庙秋季祭祀 祭功德鹿味熔烈典礼 10月9日盛大举行 大家主敬存诚 献贡献香叩拜 祈求祝祷国泰民安 世界平安 祭祀上苍道将于名 感恩祖师奉天承训 救度众生恩德无疆 师孙师母慧命永昌 各祖县道物红展 人才积极 心火相传 总会理事长 白羊圣庙管理委员 各祖县领导代表 演传师 韩主 讲师 齐聚在白羊圣庙 十点二十分 举行功德鹿味熔烈典礼 善歌队的迎宾歌曲 儿童师郎的感恩诵 彰显熔烈典礼的书胜 本次既有一千一百二十一位 熔烈圣堂 配享圣庙 共沾天恩师德 老祖师 师尊师母的圣德之光 彰显精神永生 慧命长存 建功利得 永不休止 在天恩师德的家陛下 我们今天摆养圣庙 他们一千多位 可以说是千秋万世 在佩享圣庙 在这里主度新香 千年以上 能够佩享圣庙 那真的 纸上有的 演传师有的 各位前选 更有的 祝福大家 盛烦如意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光辉的十月 总会有一个最大的人间愿望 也就是期许的每逢光辉的十月 国家的庆典 也是我们一贯到 大家朝圣的一个月份 在疫情过后 海内外 所有的稻青 一辈子 至少要回到圣庙一次 所以光荣的劣在当中 成道不归功 得到老祖师师师母的一个批语 能够一切的加持 老前人前人背的一切加持 让一切更加顺利 也就是各相关的 刚刚朗诵当中 各相关的道物 更加的红权 一切真正更加的平安顺利 庄严大道场 白杨新气象 责任使命力量传十方 画室娑婆莲花邦 大家同心同德 光药祖师 百代新传永流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臣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